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麼叫上湯精泉魚 你有吃過嗎 老老實實 我們倆都吃過了 今天我們來到寶宗上湯街 寶宗上湯麥是這間店的全名 而它的招牌當然就是上湯 所以我們廢話就笑吧 一起去看看吧 Let's go 這魚還游泳 當然 首先我們將會由上湯精三寶魚試吃 整碗的食物呈現出來的料是很豐富的 裡面會有索湯、蝦、蝦、蝦 甚至一大條的蝙蝦 現在我們來試一下它的味道又是怎樣 我先由上湯的味道說起 整體給我的感覺是更淡一點 味道是十分細緻、淡雅的 再來它到後面的時候會帶一點酒的清香味 它也不會被其他調味料蓋上去 說回魚的肉質 其實它是帶一些比較細緻的肉質 它有給你一點錯的就是化在你口裡的感覺 也挺有趣的 對 再來這個我就先不減自己試 由我們雞王來試一試這個上湯精三寶雞 味道是怎樣的 有何高見啊雞王 首先我想說的就是雞有雞味 這道菜是我們所說的菜形雞 肉質是偏有口感、緊實一點的 再說回這個湯的味道 它就用了雞來熬的話 上高還多了一層雞油在那裡 所以喝起來會更加香一點 但是整天的味道就更加重 更加鹹身一點 再來這個爽口咕嚕 有一個很大段的故事 首先它來到的時候是整座山那麼高的 但是我們的Videograft 自己一個人清了一半 總算是說 你沒有動它 我應該還要拍它 我要拍 要吃這樣多了 真的很神奇 究竟它有多好味呢 好像是肉如其名 整個真的十分之爽口 十分之香脆 你好像一堆一堆豬油渣的口感 我覺得它做得比較好的地方 在於它下的醬汁是比較少的 而且在外面炸腰也做得十分之香脆 吃起來的時候就很脆 你敢說口聲可以嗎 脆脆脆 脆脆脆 部種水龍湯家的食味道是怎樣呢 聽我們說絕對是不夠過癮的 其實它們周不時都有免費試食的活動 只要你和四個朋友或以上過來的話 你就可以不用一分一毫 可以試得到我們剛才所試過的菜 至於詳情是怎樣的話 就自己上去部種 上去Facebook自己看一看 那就是這樣 記得保留我們 我們下次見到一起去玩吃 拜拜